同学们好,我是人大副中,北大副小,联合实验学校的江老师。 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 准备好书本文具,我们就开始上课啦。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认识了爱写诗的小青蛙, 她写了一首有趣的诗。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青蛙写诗。 小青蛙带来了很多生字朋友呢,你们还认识他们吗? 一起大声读出来吧。 你们,他们,诗歌,诗人,以前,以后,写字,写作业。 听。 这是什么声音? 是下雨的声音。 是啊,这就是下雨的声音。 雨滴落下时的声音也有不同啊。 有时稀里里,有时沙拉拉。 我们看看课文中是怎么说的。 稀里里沙拉拉。 稀里里沙拉拉。 这是小雨啊。 下雨了,雨点稀里里沙拉拉。 嗯,我听出来了,雨声不大,声音真轻柔啊。 像这样模拟声音的词还有不少呢。 小银档发出的声音是丁银银,小河流水的声音是哗啦啦。 听着雨滴落下有节奏的声音,小青蛙受到了启发,它要写诗了。 小青蛙,小青蛙要大声地告诉朋友们,它要写诗啦。 我们请学习伙伴来扮演小青蛙。 下雨了,雨点儿稀里里沙拉拉。 青蛙说,我要写诗啦。 小青蛙真是自信的小诗人,一口气就写出了一首诗。 这就是它写的诗。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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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口气读好多呱,哎,我都喘不过气来了。 小青蛙,别着急,你的朋友们来帮忙啦。 谁会来给小青蛙帮忙呢? 我们请学习伙伴朗读二至四小节。 同学们边听边想一想,谁来帮忙了? 小蝌蚪游过来说,我要给你当个小豆号。 池塘里的水泡泡说,我能当个小句号。 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我们可以当神叶号。 听了学习伙伴的朗读,你们知道谁来帮忙了吗? 小蝌蚪水泡泡一串水珠。 我们可以用完整的句子说一说吗? 小蝌蚪水泡泡一串水珠来帮忙了。 加上一个盒子,感觉又会不一样啊。 同学们能用这样的句子说一说吗? 小蝌蚪水泡泡和一串水珠来帮忙了。 快看,它们来了,你们能说说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吗? 小蝌蚪有黑黑的身体,长着大大的脑袋,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水泡泡圆圆的,亮亮的。 这些水珠小小的,也是圆圆的,还亮晶晶的呢。 这些水珠还在荷叶上滚来滚去的, 挨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串水珠。 多么可爱的小伙伴们啊, 在它们的帮助下, 小青蛙的诗歌变成了这样。 我们再请学习伙伴来朗读二至四小节。 同学们边听边思考, 它们帮了什么忙? 小蝌蚪游过来说, 我要给你当个小豆号。 池塘里的水泡泡说, 我能当个小句号。 和叶上的一串水珠说, 我们可以当省略号。 听了学习伙伴的朗读, 你们知道它们帮了什么忙吗? 小蝌蚪来当小豆号。 水泡泡来当小句号。 一串水珠要当省略号。 请同学们再看看小伙伴的样子, 再观察一下它们帮了什么忙。 你们有什么发现? 哦,小蝌蚪,大脑袋,小尾巴, 浑身都是黑色的, 就像是一个在游泳的小豆号。 怪不得它可以帮上这个忙呢。 这号也是圆圆的,就和水珠一个样。 这位同学真会观察。 一串水珠一共有六颗, 省略号也有六个点。 是啊,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 省略号六个点,就像水珠排排坐。 这些就是标点符号。 还记得小青蛙写的诗, 一开始没有停顿, 读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了。 这些标点符号刚好可以帮上这个忙啊。 老师这儿还有一个小口诀呢。 豆号像蝌蚪, 说话喘口气, 句号像泡泡, 累了要休息, 省略号六个点, 千言万语说不尽。 让我们再来认识认识它们吧。 青蛙的好朋友们都要来帮忙, 它们是怎么说的? 我要给你当个小豆号。 我能当个小句号。 我们可以当省略号。 我要给你当个小豆号。 我能当个小句号。 我们可以当省略号。 从当字我们就可以看出, 它们都要来帮忙了。 给你当, 能当, 可以当。 你们又发现了什么? 这些句子都有当的意思, 但小蝌蚪说的是给你当, 水泡泡说的是能当, 一串水珠说的是可以当。 看来青蛙的朋友们都要来帮忙, 但是在表达方式上还有细微的不同啊。 看来啊, 同一个意思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呢。 在伙伴们的帮助下, 小青蛙的诗写成了。 同学们能圈出青蛙诗中的豆号和句号吗? 像小蝌蚪的就是豆号, 像水泡泡的就是句号。 看来青蛙的朋友们还真的帮上忙了。 听, 老师来读青蛙写的诗, 青蛙的诗写成了。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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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听出了什么? 小蝌蚪的时候停顿长 青蛙的诗多么有趣啊 瞧啊 雨中的池塘多么热闹啊 我们来请学习伙伴一起来合作读一读 下雨了 雨滴儿稀里里 沙拉拉 青蛙说 我要写诗啦 小蝌蚪游过来说 我要给你当个小豆豪 池塘里的水泡泡说 我能当个小句号 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 我们可以当省略号 青蛙的诗写成了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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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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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伙伴合作读多开心啊 屏幕前的同学们有时间 也可以和家人一起读一读啊 青蛙的诗中 出现了好多个瓜子呢 你们能不能做个小翻译呢 小雨小雨真凉爽 荷叶荷叶圆又绿 池塘池塘真美丽 开心开心真开心 这两位同学太有想象力了 瞧小小的标点符号 让青蛙的诗变得这么有趣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友情 学完了课文 同学们知道 小青蛙是怎样写诗的吗 原来小青蛙并不是真正拿笔去写诗 而是通过想象用心去写 看来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 大自然中处处都藏着动听的诗歌呢 让我们再来读读青蛙写诗这篇课文 来一次美妙的大合唱 相信同学们一定能读得美美的 七青蛙写诗 下雨了 雨点稀里里沙拉拉 青蛙说我要写诗了 小蝌蚪游过来说 我要给你当个小豆豪 池塘里的水泡泡说 我能当个小句号 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 我们可以当省略号 青蛙的诗写成了 呱呱 呱呱 呱呱呱 呱呱 呱呱 呱呱呱 这就是我们要学写的两个字 雨 门 雨是独体字 门是左右结构的字 我们要先认真观察 才能写规范啊 我们先来仔细观察 雨字 雨字书写时要注意什么呢 雨是一个独体字 要把字写在填字格的中间 要写得方方正正才好看 这位同学真会观察 老师送给大家一个书写小锦囊 一横在上坐天空 树横折钩 放正中 四笔树要中线走 四滴雨点 矿里收 风来了 雨顺着风的方向往下落 四个雨点下落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向右倾斜 书写时要注意 四点分布要均匀 我们接下来再观察门字 同学们有什么想提醒大家的吗 门是左右结构的字 左边窄 右边宽 这位同学关注到了字的结构 我发现左边的单人旁的撇比门写得高 树比中线上的树收比要低 右边门的底儿与树和横折钩不能连在一起 这两位同学关注到了字的细节 是啊 写左右结构的字时 我们一般先写左边再写右边 根据前面的学习 同学们知道了我们的门的笔顺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笔撇 二笔竖 三笔点 四笔竖 五笔横折钩 请同学们在语文书上描两个写一个 写字时注意端正坐姿 开始吧 我们来评一评这位同学的书写吧 这位同学写的语字四个点的方向一致 写得很均匀 我还发现他把树横折钩写得比上面的横要宽一些 显得很美观 门的单人旁写得很漂亮 右边的门应该像我们看到的大门那样 上下宽窄差不多 我建议他把树横折钩写得和树中线一样直 听了学习伙伴的建议 这位同学进行了修改 看来只要认真观察 不断修改 我们的字就会越来越好 这位同学现在的字规范、端正、整洁 我们奖励他三颗小星星 同学们也可以对照着自己的字进行修改啊 听说小青蛙会写诗了 大家也都想写诗了 小花猫来了 小狗来了 小鸭子也来了 它们会写成什么样的诗呢? 它们的诗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内容呢? 请大家发挥想象力 帮帮小动物们吧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了 这就帮忙的 那边就帮忙了 得急的时候 帮我试试了 不过一首 来吧 我会写的这儿了 在设计 compris 帮礼 我签对 安 我们就知道